原标题,这一次,只是给5亿人重新定义了家庭医生 这一次只是给5亿人重新定义了家庭医生 最近,有一则新闻,引发了网民的大规模吐槽 新闻这样说的,截至2017年11月底 全国95%以上的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超过5亿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据说,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也只有富人阶层才拥有家庭医生 而我国已经5亿人口拥有了家庭医生 据此,此处应该有一句厉害了我的国财队 一看的是,很多人没觉得厉害 而是觉得这是个假消息 我一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恶搞新闻 但戏坎发现是新华社的消息 虽仍疑惑,但终究相信新华社不会恶搞 更不会造假 新华社,国家通讯社的意思 代表着权威 所以,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消息不属实 那一定是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5亿,是一个客观数字 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分歧 分歧一定在家庭医生这个词 你若还觉得中国不可能有5亿人拥有家庭医生 那一定是因为你把新华社说的家庭医生理解成了你以为的家庭医生 这么说吧,新闻里的家庭医生与你理解的家庭医生定理是一定是不一样的 果然,在公众质疑之后 为纪委进行了回应 提到家庭医生 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是能够享有医生上门问诊服务 而实际情况是 在我国,监控慢性病人群发送健康管理信息 接受咨询安排重点医院医生做诊 都是家庭医生的工作范畴 认真读这段回应 你会发现,新华社报道中所说的家庭医生 不仅不是国外的那种上门服务的私人医生 甚至根本就包括一些不是医生的人 试问,发送健康管理信息这样的人 会是医生吗? 大概就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 而一个这样的工作人员 可能附带到十万人 如此说来 五亿人拥有家庭医生 在数学意义上完全可以是真实的 当然 也有人说这就是个数字游戏 你要真这么认为 那也拿你没办法 我写这篇文字 倒不是要探讨五亿人拥有家庭医生是否靠谱 讨论这个太无聊了 我想探讨的是 家庭医生这是引发的吐槽 其实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 很多词汇所代表的意思 已经不是这个词汇原来的意思 这个现象 有人总结为语言腐败 我倒觉得不是语言腐败 而像是语言强奸 看见一个漂亮词 赶紧拿来用 然后强行给他注入另外一种意思 不就是强奸